由是春歸夢旅人 以讀不回Book Channel 歡迎大家又來到 我們以讀不回無定向回客室 今次我又請到KY來了 大家知道藝術家王家榮 對文學很有Feel 他今次要講的書背後有一段故事 文學尋夢園很曖昧 中七考完A級之後 我離家出走了一段時間 當時我身上只得很少幫人補習 賺回來的零用錢 幾件衣服 和一部問朋友借來的手提電腦 就去了投靠一名 剛好相識了沒來的新朋友 在家裡的屋 我和這位朋友 說起來都懂得幾轉折 簡單來說 就是在文藝活動 透過其他朋友介紹 認識的那一天 我已經提到 我有離家的想法 而他又剛好要回鄉下放暑假 所以就讓我住在他香港的居所 他臨走之前 就說了一次 他家裡有甚麼可以用 還留下了一盒外國劇集的DVD 沒錯 當時還會大光碟 而他重點推介我看BBC2002年製作的迷你劇 Fingersmith 暑假我們有保持很頻繁的通訊 就知道大家有很接近的閱讀喜好 亦知道了他讀書畢業之後 應該不會再回來香港 所以我們就約定了互相交換一本書 他在大陸要很折騰地 才可以找到一本半本繁體字版的黃碧雲 於是我就選了 當時找了很多間書店才找到舊版的旗口 他回到南京之後 我亦都入了大學 很不適應學校的營生文化 接著學業又很忙 慢慢我們就沒有聯絡 或者有些關係是完結了 比不完結的好的 我到今時今日仍然想起 那次自己在房間看Fingersmith的日子 不知道何時用完手油上的錢 不知道何時會被家人找到 不知道還有沒有書讀 亦都不知道第二天會怎樣 但是當時對文學和藝術 是很純潔直白地欣賞的 而對喜歡和愛是不會猜度 不會猶豫的 那時的我真的很清潔 哇!KY剛才你的故事真的很感動 原來你這麼半逆的青春 然後這本書就是你青春的見證 Fingersmith Fingersmith 指仗情挑 就是英國作家 Sara Waters 沙拉華特斯 《維多利亞三部曲》的第三部曲 頭兩篇分別是 《Tipting the Velvet》 《輕舔私勇》 和《Affinity》 《華麗的邪惡》 而Fingersmith 是三部曲最為人所知 可能因為有電視劇 以及有兩次電影的改編 其中韓國導演 《華麗的邪惡》的2016年《夏女的誘惑》 就更加做一次地把這本書帶到尾光燈下 令更加普羅大眾 可以進入Sara Waters 女童勝戀的奇想世界 套用《夏女的誘惑》中 介紹舅父的對白句式 Sara Waters是當代 專研女童志主題中最具聖名的作家 又是當代聖名作家之中 最專注描寫女童志主題 他不特別多產 只是寫了五部小說 但每部小說獲獎無數 文學賞識的口碑 和通俗銷售的票房都很厲害 無差的 因為他的小說資料搜集很充足 情節又曲折離奇 故事氛圍 懸疑得來又浪漫 女童勝戀元素的鋪排不得 沒有亂灑狗血的情節 脆味仰言 但始終保持著文學的優雅 很大程度可以歸功於 因為小說中紮實的歷史背景巧狗 Sara Waters在寫小說之前 是一個以在讀博士生 和用教學謀生的文學學者 他的博士研究論文 就是 《狼皮和托家長袍》 《1870年至今的男女同性戀》歷史小說 當中涉獵了很多 維多利亞時代 愛德華時代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書籍和歷史資料 其後的創作小說 提供了啟發和材料 在讚寫論文的過程中 Sara Waters萌生了創作小說的念頭 論文一完成 便開始著手書寫第一部小說 《Tipping the Velvet》 一邊寫論文一邊創作 是不是好像你現在這樣 有沒有在寫論文時 萌生一些創作的衝動 沒有 沒有提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 是很吸引的 因為它是以禁慾著名的 因為越禁慾就越精彩 所以我對這個時期 都是覺得很tempting 其實不止你的 維多利亞時代 是很多文學和影視創作中外的時代背景 18世紀中期到19年代初 其實來現在都不是很遠 但由於維多利亞時代 前接喬治時代 後啟愛德華時代 甚至之後被視為英國工業革命 和大英帝國的頂端 長時期的和平 很高的生育率和存活率 令理性、政治和經濟發展很繁榮 滋潤了民眾的生活品味 和對娛樂、文藝的更高要求 現存的維多利亞史料又多又集聯 但記載女童致史的相關史料 例如信件、日記、警察醫療紀錄等等 就寥寥可數了 不過這個歷史空白 正正對充滿好奇心 和解謎精神的小說家 像Sarah Waters 好像發出了無法抗拒的邀請 令他一頭栽進了華麗、羅漫 但又充滿幻想空間的維多利亞時代 再也不回頭 例如在Fingersmith Sarah Waters 仔細描繪了故事舞台的貴族莊園 如實呈現了當時上流 社會日常應用的大屋佈局 房間劃分 還有女主角貴族小姐歸房層層次 亦順手沾來地作為一個營造小說 已如我詐 很陰沉的氣氛華麗場景 還有作為推進劇情的重要道具和風景 書中亦很自然地用另一個女主角 亦即是女騙子 和莊園內其他博人相處的情節 還有她如何學習成為小姐貼身侍女 中牽涉的禮言 說明了維多利亞時代分明的階級制度 亦寫出了這對懸殊出身的兩生花 互生情素後 因地位、規範和禮教 帶來的矛盾和拉扯 令女童性戀愛情故事 更加添了一份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層次 寫實得來又不但美 這樣其實都彰顯了Sale Waters 將前期歷史研究 遊合故事編排和文學書寫的上性功架 令這本女童志小樹挺不樂俗套的 那我們就讀書吧 結果原來是因為我先向幫主和磨刀桶打招呼 才向海黑白太太打招呼 因此她覺得自己受到無辱 另外茶議師覺得我早上向她問號是全心調放她 這都是無稽之談 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事 說出來簡直教人笑掉大牙 但這對她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如果你未來四十年都要斷盆子 烤糕餅 這種事當然舉足輕重 總之 如果要跟她們打好關係 我必須步步為營 我送茶議師一聲我從自治市區帶來 動都沒動過的巧克力 我送馬格利特一塊香皂 以至海黑白太太 我則送她一雙黑牆馬 這是生死要廢以去裝蜜倉庫替我拿來的 我說如果冒犯到她們 希望她們別放在心上 後來早上再樓梯間遇到茶議師 我都會別開頭 在這之後她們對我好多了 這就是所謂的伯仁 伯仁說我為老爺著想 其實事再說我為自己著想 我無法忍受這種虛偽 京激莊園中 她們每人多少都在幹瀉 偷雞摸狗的勾當 但全都偷些小東西 真正的賊被人看得偷這些東西 簡直丟臉死了 我覺得紫像情跳Fingersmith的書名 應該很有意思 這些東西我不懂得解釋 交形解釋給我聽好嗎 不要這麼說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 Fingersmith的中藝譯名 就是紫像情跳 它的書名其實語帶幾關 第一層就是直譯Fingersmith的字面意思 在英國里語中 Fingersmith就解作小偷 亦即是很文雅地指 用手指來幹活的工長 譏諷小偷藉著靈活的手藝 神不知鬼不覺地偷取財物 第二層意思 就意指女主角們的手指 直指女同性戀在關係中 重要的情慾符號 亦即是女同性戀的手指 和不同的姿勢和手勢 譬如你想知道詳情的話 可以看回本地藝術家 Licolpun的攝影作品 In and Out 邀請了一系列 美國、台灣和香港等地的女同志 想像伴侶的身體就在鏡頭前面 然後嘗試用手去撫摸這個伴侶 再做進行私密事事的手勢 例如小偷是用手指偷才 這樣女主角們顯然就是用高超的技巧 說不只是用手指 還有很多微細又曖昧的互動和身體語言 來互相偷心 第三層意思就比較淺白 書中的女片子在入莊園之前 需要改一個取信於貴族小姐的名字 她的同檔就提出這個名字 應該聽起來不會令人喜而心 但又不會令人留下印象 所以就幫女片子改姓Smith 就好像電影Mr.&Mrs.Smith 裡面的Smith 也只是一個特務代號 就開了Smith這個姓 在英語世界裡 經常被騙子和間諜用來做紡紙的玩笑 Fingersmith 指像情挑的故事 簡單來說就是出身詐騙集團的孤女女主角 被安排成為父小姐的侍女 和男片子女應外合 計劃騙取父小姐承繼的龐大遺產故事 不是因為我懶而不深入講解這本小說的故事 而是因為作者安排了好幾次留巧 如果說穿了就很不道德 當中層… 這樣叫做不道德 好的 我不喜歡穿巧 當中層層的計謀 就留待讀者你們自己去發掘了 我記得以前跟尤正說過一個笑 她說愛登是家庭 那隻怪手很性感 然後我就不明白了 我就說那隻怪手有甚麼性感 然後尤正說怪手不性感 難道掃把性感 然後我說掃把是不是比較性感 然後她說 以上對話已經完全顯示出兩個人的性取向 這樣爆別人 Sara Waters曾經在去年的台灣專訪裏面說過 我愛我的女童讀者 但我真心認為我的創作是給所有人看的 這一點承言也是我喜歡她作品的地方 雖然Sara Waters寫的是女童志小說 但讀起來沒有甚麼獵奇感 故事情節裏面出現的女童志線都是很自然而易 作為浩宜的我最怕讀到這種把同性戀寫到放棄世界 自願自艾為同性而同性的作品 為甚麼呢 可否解釋多一點 為甚麼你是一個正能量女童呢 是嗎 也不是的 為甚麼呢 我覺得是平常心 就像Sara Waters的作品 不只是讀同性戀 即是同性戀或酷兒 本來就是這個世界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 有你啦有我啦有她啦有她啦 將同志戀人的愛和異性戀人的愛並離起來 其實都應該受到尊重和讚美 這種愛是可貴亦都是真自動人的 在我認識裏面的酷兒朋友 有一班朋友就受到一些厭世作品的影響 就遠離人群 亦都對酷兒的身份覺得生厭和很羞恥 當然我不是認同酷兒要迎合主流社會裏面 和中產同志運動的價值觀 例如將世人可以接受的同志形象 寬死做一定要漂亮呀 大隻呀 高學力又要高收入等等 但在我個人經歷裏面 明白到真正的接納 吾其事和共融 不是專門為弱勢架設一些 只是給他們用的規條和環境 而在我們建構這個理想世界的時候 早已會認知社會上的人存在著微細的差異 所以設計出來的東西都是所有人可以共同享用的 這是需要學習和溝通的 個人自我排拒是一個人的自我選擇 但平權和共融就是大家的事 你是有自由放棄這個世界 自願自艾亦都沒有錯 不過我就沒有啟發 所以紙張情嬌的結局 我就要講一講 這樣又可以的 即直接爆的結局是可以的 對 結局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不是 即是扭桥不能爆的結局 對 結局是可以爆的 因為結局不太好影響裏面的扭桥 因為不關扭桥事 女主角的貴族小姐 最後決定拿起筆 要書寫她自己的色情小說 投入這個色情文學世界裏面 利用自己的才能 主動介入當時 由男性主導的色情出版產業 將長年壓迫自己的學營 轉為掌握在自己手 養護自己的工具 重奪書寫色情 和書寫自己人生的話語權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結局 但關於這個原著結局 和《下女的誘惑》的改編結局 引起了很多爭論 我當然推崇積極為女性衝權的原著結局 Sellwaters自己也很喜歡2002年 BBC的改編劇集 他也很喜歡《下女的誘惑》 我當然也非常喜歡這兩個改編作品 BBC版非常盡忠地還原原著 但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因為真的一模一樣 很厲害 很難的 所以你看的時候 即是頭一段時間 你需要一些時間等 等那個計劃出現 還有等那個騙局設定好 你需要一些耐性 但《下女的誘惑》 因為畫面很漂亮 人物很漂亮 講故事的功力都很足夠 就是簡直將東西方的語境完全支援 關於《下女的誘惑》 這個男性刑事 和性別政治角力的討論 有超級多 所以我就不在這裏講了 但我就會推薦大家 將這本書和影視作品 全部都看一次 因為精彩的故事 無論如何改編 都仍是很精彩的 書和影視作品各有韻味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所以KY帶來的這個 《紫像情挑》 聽起來就好像很泛感 但其實也是另一群人 真實世界的反應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去理解 今天很感謝KY 希望有機會再見到更小報的KY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